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任何细节 因为这直接违反了首要指令 这将意味着单方面直接披露 其他人不同意 如果我可以 我很乐意与你们分享一切 但我没有办法做到 联合会对维持所谓的3D地球矩阵的幻觉很感兴趣 因此他们尽最大努力阻止提供任何类型的证据 即使是轻微的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 这是我们即将讨论的另一个重大话题 你们或许认为 我为不提供真实证据找了一个借口 视频里面什么都没有 我知道 什么是真实的 什么不是 取决于你们每个人 它只适用于你对世界的愿景 而不适用于任何其他人 我在这里分享的是我的世界 它包含在一个1734米长的钢胎外壳中 现在它是我的全部 我的世界和行星都包含在一英里多长的船里 这些是我的通道 我的走廊和我的空间 我住的地方 我现在很少离开 由于雅芝是这里唯一的孩子 我也是这里唯一的十几岁的孩子 我确实想念我的同龄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一年半前认识的那些人是非常矩阵的 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也许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 我既不是泰格塔人 也不是人类 两个世界各有一只脚 尽管我知道 在过去的16个月左右 我变得更像是一个外星人 就像你们许多人认为的那样 这是我到地球后 离开地球时间最长的一次 我知道我不能永远待在这里 漂浮在一座金属城堡里 围绕着你们所有人 你们可以从地表用肉眼看到这艘船 但你的科学家和你的官员给它起了一个不同的名字 声称它是他们的 将其矩阵化 正常化 绕地球一圈只有大约180分钟 所以 我可以在24小时内多次看到日出和日落 但在这艘船里 我们确实模拟昼夜周期 以保持我们的生物节奏和健康 通过灯光变化和夜间声音来安抚我们的睡眠 从卧室窗户里 我可以看到无数城市的灯光 以及更远处亚马逊地区的雷雨 伴随着令人惊叹的闪电表演 有时会上升到平流层 延伸到太空 产生奇妙的树状猛烈闪电 被称为精灵 在空闲时间 我和我的朋友们开始玩我的世界 只是为了好玩 随着我们继续建造房屋和船只 我们开始重建我们记忆中的 我们过去曾经生活的真实房屋 有一次 我们开始考虑 从内到外建造托莱卡的可能性 我们确实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因为这艘船太大了 所以 包括我在内的七个人在2022年初开始 利用我们的空闲时间 在我的世界里建造托莱卡 只是作为一种一起玩耍的活动 它是一些私密和个人的东西 而不是要公开发表的 我知道有很多更逼真的CGI程序和平台 但我们还是选择留在这里 我的世界的意义不仅仅是制作一个图像 因为我们用我的世界构建了一个可用的视频游戏地图 我们可以在里面行走 在里面 甚至一起做事情 我的意思是 这是一个完整的3D世界 门打开时会发出噪音 按钮可以被按下 以及许多其他东西实际上在里面工作 我个人喜欢这款托莱卡 这是一个巨大努力的结果 正如我的一位朋友所说 你需要极大程度的超现实主义解读和思考 才能诠释我的世界中的一切 今天 通过我的YouTube频道 我将分享内部图片和视频 视为一种能够更多展示我生活世界的方式 所以 它并不完美 我知道它很方正 但我仍然喜欢它 就像你喜欢一些复古的棋盘游戏 而不是精心制作的现代视频游戏一样 如今 我们建造的托莱卡号是如此详细 泰格坦最高司令部认为过于详细 包含了这艘船的敏感信息 所以我不能与你分享整个地图 我只能与你分享泰格坦人允许我展示的某些区域 至少目前是这样 你看到的是整艘船的一部分 但你必须知道 从船头到船尾 从龙骨到外壳 从里到外 七个人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建造它 每天工作好几个小时 有些人花得更多 包括小雅芝 她参与这个项目只是为了好玩 因为有几个星期 她总是在其他人都不在 或正在睡觉的时候独自进入游戏 到处安装隐藏的陷阱和炸弹 看看谁掉进去了 但这很有趣 因为我们不得不在整艘船上 一间又一间地寻找它的陷阱 就像拆弹小组一样 因为当它们爆炸时 它们确实摧毁了船的一小部分 我们必须立即重建 好在 它总是把它们放在容易修理的地方 因为这只是为了好玩 今天 我与大家分享这艘船的部分水疗中心 体育馆和泳池区域的视频 这些都位于船的最低生活甲板 向下和向前 下面只有一个工程服务甲板 这是主要船员舱室前部的一部分 现在这些舱室实际上是空的 墙壁上的灰色把手是为了在船失去人工重力时 帮助人们进入船内 还可以用作梯子 在这里右转 有一条走廊通向舞厅 穿过楼梯和两个带储物柜和淋浴装置的大浴室 这些大舞厅的地板是木制的 而且是空的 它们被用于任何需要 比如武术训练 体操或舞蹈 娱乐或任何其他原因 朝着船的前部走 有一个带座椅和楼梯的小阳台 可以通向上层甲板 向下则到达热带地区满是棕榈树的公园 在公园的两边 对着船的墙壁或船体 有巨大的清水喷泉从装饰性的岩石上轰然而下 天花板上有特殊的灯 可以模仿阳光 甚至可模仿白天的时间节奏 在左边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主要体育馆的入口处 墙上都是仿制的红砖 它们基本上是覆盖在金属墙和拱门上的砖状3D贴纸 仅用于装饰目的 继续向前穿过公园 我们终于到达了两个主要的游泳池 这两个游泳池有一条水道和一座漂亮的桥连接 在泳池的两端都有可欣赏太空美景的大圆窗 所以当你游泳时 你可以看到星星或地球从下面经过 这是我穿着我的世界的皮肤在那里游泳 而我的朋友正在拍摄这一切 往前走 有两个餐厅用于聚会和各种特殊场合 也有助于参加前面的红色沙龙 走上楼梯 现在移动到船尾 我们穿过上面有透明铝杆的开放通道 从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公园 摄像机正朝着我们最出来的地方移动 目前我不能给你展示整个飞船外部的完整图像 因为它太大了 我的世界不能一下子生成所有的图像 你需要一个特殊的程序来拍摄整个游戏地图的完整图像 尽管作为一款游戏 我的世界看起来相当简单 但游戏中的这艘船拥有如此多的信息 和如此多的程序附加组件和修改 它需要强大的计算机和良好的显卡才能运行它 但即使所有都是方块 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非常好的细节水平 但也请记住 整艘船是手工一块一块地建造的 这个游戏本质是手工建造环境 一些群发命令 主要用于填充和复制一些对象 但它们本身很难处理 而且需要良好的技能才能正确使用它们 因为它们没有撤销按钮 所以您必须以另一种方式处理错误 可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工作才能更正 另一大挑战是使用我的世界重建现实生活环境 所有必要的计算 比例和距离都是一场真正的噩梦 在下一张照片中 我们将看到中央花园或称公园 这是托莱卡级星际飞船中最奇特的地方之一 这是一个非常美丽和宁静的地方 到处都是高大的树木和美丽的鲜花植物 它有一条中央小路 一条满是热带鱼的河流 还有一座美丽的木桥横跨这条河 这条河从一个角落开始 传为有一条瀑布 顺着几个小池塘流过 其中包括桥下中央的一个大池塘 它在现实中的确是长方形的 不是我的世界的限制 河流结束于另端 水被过滤和回收 这是我在桥上 这是我的头像 当我的一个朋友拍摄这一场景时 我就在那里 当你置身于大自然中时 在公园的两边 巨大的圆形窗户提供了令人惊叹的太空景观 整个天花板也有特殊的灯 为植物模拟阳光 以保持它们的健康 你现在看到的场景将是一个夜间模拟 整个区域还为植物和树木配备了风力 与核物发生器 在公园的后面有一堵长春藤覆盖的大墙 上面有四个大公寓的窗户和阳台 这个时候没有人住在里面 所以雅芝和我经常在里面玩 我还把其中一个用作照相馆 你们都在我的频道上看到了我的照片 今天就到这里吧 谢谢你们在这里陪着我 在我的下一个视频中见 带着满满的爱 玛丽 斯瓦鲁 请不吝点赞 订阅